星期四傍晚 我搭车前往阿里拉 准备星期五的西班牙文考试 因为巴士站离考试中心有点距离 所以我想提前一天去比较不会紧张 一路上都是这样有点干干的风景 不过夕阳很美 住宿的地方临近街上 还好不会吵杂 更棒的是距离考试中心 只要三分钟 这里就是考试中心 也是语言学校 内部我觉得很可爱温馨 上午考完三科目后 我在城内乱晃 很想放空但是很难做到 因为我平常真的没有什么机会练习西班牙文 感觉自己还没有很习惯去说这个语言 在城内乱晃 在城内乱晃 在夜晚高庆下的夜晚街道 星期六早上突然發現杏花開始綻放了 現在已經是冬末 再過一兩天應該會更美 這裡是我一周大概會散步三次的地方 沙露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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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晚上會不停留在這裏 我現在不停留在一起 我現在不停留在場 我現在不停留在那裡 這個阻光廠總是很有活力 这是一间广场上很知名的甜点店 不过我知道另一间超好吃 却便宜很多的甜点店 所以我没有在这里买过 星期天下午和朋友一起到附近走走 这里算是我最喜欢的景点之一 不过通常只有当地人会来 我也大概是一季才来一次 还是能看到远处的山顶上有雪 不过草地已经比先前地域很多了 今天的马都很靠近我们 他在伸舌头好可爱 去年冬天因为很多雪 所以去年的这个时候河水暴涨 有些地方直接被阻断过不去 不过今年真的很干燥 同样也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冬天 牛也出来了 傍晚时的天空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那么一个简单的周末就这样结束了 每个人都会远 shapes 刚才像烦 inic na ā인을尝诞 空旨都只有病存在 或者照片来 crying 点赞